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两个建立新的王朝的这种行动 不过他们之前一起主动进行高丽草末期的改革运动的人 最后开创新的国家还是持续努力改革高丽草 这个意见上这两位跟这一位的意见不同的 朝鲜王朝建立以后成为地带国王的太主李承贵 他在高丽草末期有什么样的代表性的人物 李承贵他担任武将的时候曾经对这个配援 还有女真以及窝破的侵犯 所以他是有实际战机的这种武将 所以李承贵担任武方面 然后刚刚介绍的曾道传之类的文人儒者 他们代表武文方面 这样合作下完成朝鲜王朝的建立 当时曾道传之类的文化 当时曾道传等一些儒者成为官僚 但是朝廷里面因为有五方面的贡献 而来的武将出身的官僚也不少的 所以当时他们有建立这个两班的组织 我们现在也常常听过朝鲜的两半社会这样子 两半就是文半跟武半的合作 就成为两半 所以这个两半制度成为 支撑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国家体制 是他们建立一个王朝 然后支撑五百年 一般一个王朝大概两百五十到三百年的历史 但是朝鲜王朝是成五百年的 他们后来的朝鲜王朝的朝廷里面的那种气氛 非常强烈的上文的那种气氛 但是他们一开始建立新王朝的时候 朝廷里面很多这种上武精神的那种气氛 比较强烈 我们阅读朝鲜王朝十路的时候 发现地带太宗以后 太祖以后 大概四中创造韩文的国王 四中到时代 这一段时间 朝廷里面的凤气 非常有上武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朝鲜王朝使录的有一些记录 那这个是在哪里出来的 这个是太宗在评论的就是爸爸李承贵 所以这个太上王就是李承贵 那这个是太宗 他对自己的父亲的内容在这里讲的 他怎么讲呢 唯我太上王以神武之德命运开国 以剑无疆之夜 他对父亲的这个建立的贡献 有这种的评价 他神武五方面非常有能力的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开国的天运 他英杰这个天运 然后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所以他的贡献非常大 值得评价 然后呢 这个是太宗嘛 对 那太宗的话就是被尊身 是有文武宽仁之德的 朝鲜王朝是那里面对太宗死亡以后 或是以后对他的评价有文武宽仁之德 因为对李称贵神武的象征 但是到太宗的时候 朝鲜王朝的记录者应该认为 到太宗应该要给他文的方面的德 然后武的方面的德 这两种都需要应该有这种想法 然后象征当时的朝廷非常善武的证据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在这里看 是什么的 是太宗在选任官员的时候 是希望有武武才略者 就是不希望说只有单一的文武 对 所以以后朝鲜王朝这个中企以后的话 朝鲜人才方面 他们比较强调注重武文方面的 但是一开始的话 也需要五方面的防卫 所以一开始的话 有文武才略 这两个都有的 比较被重视的 这样李称贵以下的 王家是五人出身的 然后在朝廷里面的城下 有很多文人出身的 所以一开始 朝鲜王朝时代的一开始的时候 在朝廷里面 王家跟城下之间 讨论的时候 我们发现文武之间的冲突 文武之间不同意见的冲突 所以这一次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关讲武智慧的内容 太宗在位于第十一年的时候 二月当时的讨论进入 我们在这里可以推测 当时文武之间有什么样的想法的差异 那请这边 尚未左代言李安瑜曰 众春将近不起讲武而栽 在这里 太宗他向丞相们说 春天已经快结束了 但是你们为什么没有跟我建议要做讲武 所以回答 安瑜令兵朝起之 师建院右线纳 姚瑞申请约 讲武虽十四之长 两今往来四马一棍 且殿下今当第二 勿宜静坐恐惧修审 勿宜罚涉险阻 请以一时全宜平霸此行 好 所以这个安瑜他 请兵朝要建议 那这边 陈下普瑞申他在这里向太宗建议的是 蒋武虽然我们王朝开创以后平常常做的事 是 他的形式大概梁静 梁静是两个渡经嘛 是哪一个 两个渡市 开城到那个平常 所以他们讲武之会 不是在演讲庭里面做的 是梁静来往的那种方式 然后世主跟马一起做的很疲倦 然后这个殿下也是太宗马 也现在要避开灾祸的那个时间 所以应该要在这个朝廷里面 静坐然后努力修行的部分 不可以现在进行这种危险的行为 所以他说这次应该要停止讲武之会 那太宗的反应呢 上胡月曰 何等请止讲武 与当从之 来讲武曰 广州陪奉 令三省不得护驾 对声复醒 不听 所以太宗说好吧 那你们说停止 那我应该要停止 但是他没有放弃 再说他想要这么做 先要名字 讲武改为广州陪奉 然后那形式上本来 城下一起做的 他说朝廷里面的三省的 这个机构的人员 不要护驾 这样子的话 他好像看起来接受他们的建议 但是仔细的看 发现一点都没有听 因为名字改为实行 然后你们不要一起做就可以 他应该这样改成名字来 依然进行的 所以城下也再一次 请让他暂时停止一下 但是国王也不听了 然后呢继续有什么样的情况 施县掌令 由以上言曰 今也改甲武曰 广州陪奉 是无名之行也 且均行成从 五知治也 今不许成等物价 愿从五知 亦不听 所以城下也在这里反驳说 现在你名字 甲武的名字 改为广州培奉 没有名字的这种形式 然后本来军城一起做的就是五知 就是这样子 现在不许 这个城下 后驾 后驾 这个也跟五知不一样的 所以请太宗要从五知 但是他也不听这句话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 城下放弃吗 也不放弃 再一次在这里建议 内申父亲曰 成等之请非为土改讲武二字而已 乃欲停止此行也 今以广州培奉为此 事无名言 在于不得已 折磨若称讲武之为欲言 所以他说 那这样子的话 干脆想把你想要做的 就做就可以的 他说 我们建议的目的 这个焦点不在于改名字 然后他们想要做的是 停止这次的这个行程 但是现在把它的名字 广州培奉 用这个名字来做的话 就没有这种名字的形式 所以在这里用那个名字做 比较好 所以你不得已的话 用原来的讲武这个名字 用原来的讲武这个名字 就比较好 那他怎么回答呢 上约 何等请停讲武 不从见改之 讲武 理行也不可回备 广州则四街简约 何必改之 且于非不能安可静坐一幕中也 所以他也回来说 他解释自己的刚刚讲的内容 所以你们说要停止讲武 所以我想从你们的这个建年来改的 但是讲武本来是理行也 这是一定要做的 广州在这里以广州培奉 这样子的话 这个应该比较简约的形式来做 他为什么又要改 而且我不是富人 怎么会安安静静在一幕中 他这样子的反驳的 我们阅读以后 阅读刚刚的那个朝鲜王校始入的内容 以后知道应该讲武 不是在什么讲义庭里面演讲有关武术的内容 那讲武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讲武的内涵应该是 就是类似军事操演 然后必须要狩猎那种 那基本上是国王跟国务官员 都要一起参加 然后可能会打猎 然后抓猎物来祭祀上天之类的 是那个猎物就是成为牺牲 所以在结束之后祭拜 所以这个好像军事训练一样 但是不止军事训练方面的事 也祭拜祖贤的祭祀 太宗他见过的出去 频繁施起这个讲武之会 然后他提出实行这个讲武的时候 文成他们也常常建议暂时停止一下 但是太宗他不高兴的一直主张要做 所以但是他也要听陈下的建议嘛 所以不要做讲武 他回答说好不要做讲武 他改为名称 名称改为哪个地点的什么形式来做 然后规模也少一点 但是他也依然主张一定要做讲武之会的想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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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